做攻略做行程 订机票订酒店 搞签证收行李 终于到了 期待一走的白财罗娜 可以晒朋友圈了 可是 我现在发 有人看得到吗 嗨大家好 我是纬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在欧洲旅游 什么时候发朋友圈 才有可能获得 更多的表赞和表回复呢 如果不想给我废话的朋友 可以直接把信息条 拉到这里看结果 如果好奇 我怎么得到这个结果的朋友 不妨开一瓶啤酒 然后接着看下去吧 既然是发朋友圈 那我大胆假设 受众大多位华人 根据盗查显示 除了中国以外 华人数量最多的地方 为东南亚和美国 我们就在这几个市区 分别以北京时间 曼谷时间 纽约时间 芝加哥时间 丹复时间 以及洛杉矶时间 为代表进行接下来的讨论 假设多数人的睡觉时间 为0点到7点 清醒时间为7点到24点 那么绿色区域 则代表在北京的清醒时间 如果把曼谷 纽约 芝加哥 丹复 以及洛杉矶的清醒时间 根据时差 分别换成北京时间 那么这些地方的 清醒时间表 则长成这样 我们取这6个表的 交集就可以得到 在北京时间的8点到13点 以及23点到24点 我朋友圈的小伙伴 大概率是醒着的 接下来我们把得到的 清醒时间 对应到巴塞罗那时间 也就是凌晨的1点到6点 以及16点到17点 同样假设 我旅游的时候 清醒时间为7点到24点 那么我 以及我朋友圈的小伙伴 都醒着的时间 就是巴塞罗那的16点到17点 所以在巴塞罗那旅游 如果我希望 我朋友圈一发出去 就立刻有很多人看到的话 我会选择当地时间的 16点到17点 另外 因为这些乌州国家 和巴塞罗那属于 同一时区 所以如果去这些地方旅游 我认为的最佳晒空洞圈时间 也是当地下午的4点到5点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喜欢帮帮帮点分数 我们下次见